大家好,我是小北 小北跟老罗在这里祝各位所有的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小罗的表妹过来 然后我表妹过来 她表妹我表妹 对 是今天我们中秋节的团圆饭 不过今天一大早起来 就忙活今天的团圆饭 看这一桌子 鸡尾虾 猪腿 芭菜 菜脉炒肉 排骨汤 鸡蛋花草 我5点钟肚子痛 我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听到就叮叮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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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了 那时候起来 就以前刚好了 就去买菜了 然后买菜回来 买米了 有钱买米 走了两天 现在饭菜已经都做好了 要等两个表妹 我姑姑看 懈不住 已经把两个锅 锅盖 用的一些餐具都已经洗干净了 这个猪肘子就归你了 第一个表妹回来了 你货到了吗 货到了 但是不齐是吧 对 那你就把 就先把有的货 就今天过完节明天就给粉丝发了 下午就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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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又没事干 今天不用放假了 不用 嗯 看我们小男 对 现在多敬意 本来今天是放假的 但是下午就给大家发 大家别着急啊 这就是单身汉的生活 你带姑姑去园会呀 下午去西湖呀 下午我们两个去 就没有男朋友 就最幸运工作 我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这一桌子菜你爱吃吗 爱吃 都是我喜欢的 尤其这个鸡状 啊 我表弟你考虑一下吗 哈哈 你把它 你 你把它做成你未来的婆婆 对吧 我 姑姑很厉害的 我天津都美食给你吃 哈哈 我姑姑会拉鞋垫 会绣绣花鞋 还会做被子 还会做棉鞋 做衣服 还会自己做豆腐 他自己打豆腐 那个豆浆好好喝 我做的甜酒好喝 还会做甜酒 会做豆腐乳 会做坛子菜 好好 农村里面那个可以打到八十回 不不不 这个我姑姑就谦虚了 可以打九十分是真的 九十五 高等定层都会 哈哈 早上我大爷给你打视频了 我八点还没睡醒 我妈就给我打视频了 那还是我小姨厉害一点 我妈没给我打 我给她打 一般都是平时我给她打 就的也粉身的 一丝给菜 我妈炒了一个粉条炒白菜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从小姨厉害 大家要不要打 你 这是你的 我姐夫的这篇心意 你呀 我给你翻译一下 不让你听懂没有 我妈说 一开始说 今天一大早起来 你还觉得你还没睡觉 给她发了个红包 她说她领又不想领 退又不会退 你以后就别发了 她说她没领 然后小男子这圈让她领了 我爸在那圈那领了 她说赚钱不容易 看你瘦成那样的 多吃一点 太阳婆婆 姨父是统一了 看好我姐夫 我大姨就有点 对吧 你姨父是都一直还挺那个的 因为她一直喜欢读书人 自己是做生意的 就一直都很喜欢读书人 我这个书她读的不错了 她有的时候喝醉酒 说醉话 就说她这辈子最失败的 就是我们兄妹三个人 都没怎么读成书 就我一个还读了点书 我哥跟我姐就初中毕业 就去打工了 所以这是她最失败的 所以很康划了 真的是很喜欢你老婆 你姐夫 文化程度高 你发了多少钱了 早上 2000 2000 这么多 你不能发多了 就我们觉得2000 都已经算是比较大的红包了 我们那边就算很大 对 就算是很大很大了 尤其是对我妈 他们老一辈子 你就要发多少来 又发个 200 或者500 600 不能高600了 刚刚好 不多不少 刚刚好 这不是 她就可能会 现在一个小红包她就收了 你发2000 她心里都有负担了 估计 吓死了 吓死了 这也不至于吧 来来 中秋快乐 祝我们朋友们也节日快乐 中秋快乐 这才有家的感觉 对 对 今天 说句实在的 我看到哥哥在那忙 然后我过来的时候 一桌子菜的时候 我差一点眼泪掉下来了 这应该是我们在杭州 吃过的最丰盛 然后最安稳的一顿饭 就是没有自己去忙 就感觉像妈妈已经 做好了一桌子一样的感觉 我差一点 那个眼泪就掉出来了 这时间过节 因为之前我们真的是太苦了 然后根本没有时间 自己去做饭 自己做吧 等做完就没胃口吃了 对 我过来的时候 满满一桌子 太感动了 小南她说对 我就不用给我姐做饭了 刚刚我妈还给我打视频来的 你知道吗 你哥早上偷偷摸摸的 给我妈发了个红包 我妈说 你们家老婆早上 清早的给我发了个红包 你叫他以后不要发了 我领又不领的 退又不会退 哎呦 不结嘛 对啊 你们小李给你老妈子发红包吗 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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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想收他的 也不想收 这怎么呢 也不想收 因为他们上班的 挣钱也不用 再说呢 这个男孩子 男孩子不错 就是说 距离远了一点 那有什么关系啊 这完全是 这完全是复制扎贴 不用吗 你还想要不要小男啊 小男离 一湖南也挺远的 对 一直看着办 那小男嘛 高手也说 对 这个男孩子是还可以 就是最远的 男孩子是可以 就是太远了 湖南 太远了 对吧 将心比心 将心比心 有时候我也都这样想 我反正有这么老了 只要他们年轻人 够的日子够的好就够了 对啊 你看他们好好奉斗 对吧 你看 我确实觉得 小李子那个同学 小李同学 真挺不错的 能吃苦 是能吃苦 然后她的 长得也可以 一个也好 对 个子也高高的 对吧 就是说 距离远了一点 一个男方的 一个白方的 身后不习惯 我妈也是这样 那不从一家 给你们家 老罗罗 生活不习惯 生活是你们两个人的 对 那你们两个人 能吃得在一起 是啊 你知道姑姑怎么说的吗 小北 你要求求你吗 这也不远 这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 到你这就不一样了 对 这就是说别人的事 对 自己的 我们的 过不了了 对 等到时候 小男看上你们家慕容了 但是我小姨又说 慕容 这个小伙子可以 就是太远了 一个甘肃 一个湖南 我身体又不好 对吧 嗯 一年见不上一面 等自己的女儿 又有家庭了 就更来不了几趟了 也会这样讲 你到时候又说 不远亲家母 那时候高铁一坐就来了 现在也方便 自己还可以开车 对 自己也可以开车 但是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现在都自由恋爱了 不过你这个为难呢 确实也要 那么为难一下下哦 不要太轻易的 再说它又是独身子 独身子压力好发呗 两边都有骨抹 有赡羊 我觉得独身子挺好的呀 独身子压力大 对 他爸爸 特别是两边的 爸爸妈妈老的时候 他爸妈整的全是他的 你看 这小男 劲得很 我跟你讲 那我叫阿姨也说了 爸爸妈妈 你到时候 你远不远了 你的东西全是我的 聊了这么多 身边发生这么多 我想问一下粉丝朋友们 是不是 这天底下 所有的妈妈 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远嫁 最好是 家在这个村子里面 走两步就能到的 还近了也不 爸爸说 电瓶车到不了 地方都是远嫁 是不是 朋友们